咱们今天先开箱两样东西 先开这个吧 各位还记得前两期做的那个Pantheon的音箱吗 26800 我那朋友看完了之后说他们公司非常满意 一定要给我一件小礼品 这是一个垃圾桶 我们先开箱看一下 Sody Design 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大大的Made in Italy 所以说血统很纯正啊 那正好我家也没有垃圾桶 所以这东西还是挺实用的 让我们看看它的庐山针面墨 怎么说呢 就是手感摸上觉得就是个亚克力啊 黑色亚克力啊 它有很多种颜色 但是我这是纯黑的 我感觉这个外观 黑不留球的我只能说 它的价格是2280 然后有彩色的是3000多 它既然是个垃圾桶 应该就能装垃圾 那我试一下啊 哦 就是这能往里扔 然后转一下 这还能往里扔 再转一下 这还能往里扔 所以就是它等于是把一个垃圾桶分成了三个 然后我刚才那口罩就在这里 哦我懂了 垃圾分类 你在这上面贴标签 干垃圾 湿垃圾 有害垃圾 这又是什么呢 啊 我好像弱智了 这个是干嘛的呢 我在网上查链 才发现它是一个压一拉罐的 这真的太环保了 那让我们来试一下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就这么往下压 好吧 确实能压 但确实也是个体力活 哦 这玩意儿原来叫 OVITO 鸡蛋垃圾桶 所以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于鸡蛋 跟上次那个音响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鸡蛋真的牛 挺酷的 两千块钱 对吧 白嫖的 我肯定不能说它不好 那以后它就是我的御用垃圾桶了 呃 行吧 你先一边去 第二个 这是又是一来的一个清空灯 那有人可能要问 你不是上期视频刚出了一个吗 怎么又来一个 那这个灯不太一样 它是说它看了我上期那个出闲置的视频发现说原来你不会接插头啊 那我们正好再做一个叫素叶版清空灯 它提前给我都配置好 然后说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正好上期这个灯也没打开看看 所以这期我要打开看一下 它点亮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靠 这里面还有张卡片你看 恭喜 这我就要说说你了 这个ID不对 这应该叫恭喜小拉成为E-Lite素叶定制版全网守卫体验用户 接好了电线及插头可放心安装使用 太贴心了 开关 它上面有六个按键 控制开关色温还有亮度 OK各位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光现在是这么往上打 但你正常肯定不是这么用啊 正常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镶在天花板上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打亮了后面的那面墙 我现在就可以操控一下 首先开关你可以把它关闭 没问题 然后你可以增加亮度 这边还可以调色温 我现在可以把色温调到 你看这应该就是最暖的色温 就模拟夕阳的感觉 这个就是模拟蓝天的感觉 这东西我最早看到还是1617年吧 当时看到一个国外的品牌在做 几十万一台 这个好像两三千块吧 但是说实话 这个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给它装到卫生间里 所以E-Lite我知道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真装不上这玩意儿 可能这玩意儿我下次还得转手 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那这期视频就先做到这儿吧 咱们下期再见